只要慢跑鞋的規格 給你碳板鞋的價錢 你會怎麼選 第一雙要介紹的就是 鴻星爾克的紙鏡二代 第二雙是特步的260X 最後一雙也就是我手上這雙 361的飛燃三代 我們就要跟大家介紹這三雙跑鞋 價格大概落在台幣2800到3200之間 就是大概600塊上下人民幣 這雙跑鞋跟台灣或是國際品牌 所賣的這些慢跑鞋是差不多價格的 究竟用慢跑鞋的價格 可以買到什麼樣的碳板鞋配置 我們今天有三位選手 第一雙要介紹的就是 鴻星爾克的紙鏡二代 第二雙是特步的260X 最後一雙也就是我手上這雙 361的飛燃三代 這雙跑鞋大約都落在3000塊上下的價位 3000塊 你能想像3000塊可以買到碳板鞋嗎 我們今天就來實測給大家看 鴻星爾克 紙鏡二代 特步260X 361度 飛燃三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抓地力測試 這是一門好的 第一雙來分享的是紙鏡二代的這個跑感心得 整體跑起來的感受啊 會我覺得幾個比較想先分享的點 就是小小缺點 第一個是在落腳的時候靜態踩 你會覺得他的腳都會有點 內側足弓的中底其實是有點太厚的感覺 就是你踩下去你會覺得鞋子 好像都是有點往外這樣傾斜被推出去的感受 蠻明顯的 所以在靜態跑的時候 腳跟落地如果比較明顯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落腳之後 有一點點往外傾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中底在內側的部分 可以做稍微薄一點點 或許腳趕快更好 第二個是他整體在跑在前進場的感受啊 你會覺得抓地力還OK 但第二個是你在跑動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他的前掌的這個中底其實是比較薄的 在他最後的這個子骨的這個位置啊 很厚 突然往前邊薄的這個狀態瞬間呢 會讓你往前滾動的感受 變得有點小暴力 所以如果你往前滾動的這個感受 越明顯的話 你會認為這雙鞋會有點不好駕馭 因為我覺得他整體的這種推進感受 會有一點點太推了 推到你會覺得 總之會有一個人一直推著我的足跟 要往前跑的這種感受 那這個鞋子我覺得在駕馭難度上來講 應該算是今天的三雙跑鞋裡面 會稍微比較暴力的一雙 那整體我覺得他的穩定支撐的感受 也會是可能還可以更好的 就是我覺得整體鞋子的腳感其實是比較偏硬的 他沒有這麼舒適 那在落腳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覺得側向的這種不穩定感 其實有一點點明顯 那推進感受又會有點暴力 所以整合起來我覺得他有一點點不好駕馭 但如果你的配速比較快 出地時間比較短的話 在可能五分數以內 這種感覺就會稍微少了蠻多的 那在腳跟如果是比較明顯著地的跑者的話 或許就會覺得穩定感受可以再更好一點 那推進感受我覺得1到10分 可以給他到大概7.3、7.2左右的這種推進感受 那穩定程度 就是軟Q程度的感受呢 我覺得大概只有2到3分 因為他整體是比較偏硬彈的跑鞋 OK我手上這雙就是今天的第二雙特步的260X 那他在鞋款的定位呢 因為他畢竟還有更高級的跑鞋 也就是160X 5 Pro或是160X 所以他整體的中底設計呢 是稍微比較輕薄一點的 那也是今天的三雙跑鞋當中 在跑前進場我覺得稍微比較適合的跑鞋 因為他的中底比較薄的關係 所以他的掌根 應該說抓地的刺足感受是比較明確的 所以你在落地8D往前推的時候 會覺得他的腳感比較明確 跑起來在田徑場是比較舒適的 那第二個是他在跑在柏油路上的時候 因為他中底比較薄的關係 所以會比較像是傳統的訓練跑鞋 可能像虎肘或是以前比較扎實 比較薄底的前幾代的Boston那種腳感 那Boston 8以前不是現在那個改款後的 所以他整體的腳感我覺得是比較輕薄 比較扎實的 但他的探板呢也不會到過度暴力 你看他的探板可以彎折的程度其實是蠻好的 因為畢竟他這邊前面挖了一個大鏤空 那整體我覺得駕馭難度是今天三雙跑鞋裡面 應該是最低的 因為他掌跟叉的這個滾動感受是比較溫馴的 相對起來你在跑速度沒那麼快的時候 用腳跟落地也是OK的 那在推進感受上 他也沒那麼暴力 所以我覺得他的探板推進感受大概只有六分左右 那他的軟Q程度也是比較扎實的 所以他軟Q程度大概只有2.5到3分 那這雙跑鞋我覺得他在田徑場訓練 就會相對於優於其他兩雙跑鞋 所以如果你想找田徑場訓練的這種比較腳感明確 然後推進比較扎實的感受的話 2600X或許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但他今天表現我覺得比較不滿意的是 他在抓地表現上 我們剛剛做一些急停煞車的時候 通常都會感覺他前掌這個抓地 可能有抓住 可是後腳後跟會被甩出去的感受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這個CPU 大體其實科文沒有到很深的關係 所以抓地表現我覺得算是今天三雙裡面 或許沒這麼好的一個選擇 最後一雙來分享的是手上這雙361的飛燃第三代 那這雙跑鞋的整體感受呢 我會認為是今天的三雙跑鞋裡面 如果你比較喜歡軟彈的腳感 然後帶有一定程度的推進感受的話 我覺得他會是蠻好的選擇 因為他的碳板也不是到很硬 所以我覺得駕馭來說沒有到這麼困難 第二個是他在滾動的感受上 雖然比特步可能再暴力一點點 可是還沒有到紫禁二代這麼難駕馭 所以我覺得整體的推進感受 我覺得算是調配的蠻適中的 然後第二個呢是我們剛剛在跑田徑場 因為他的這個大底的這個顆粒 其實抓地感受其實在田徑場的表現是蠻好的 然後跑在一般的水泥地 或者是像柏路的這種感受 也不會認為他有不太好駕馭的這種抓地感受 那我覺得小小要抨擊他的點就是 他雖然顆粒是好的 可是他的鞋面在我緊急煞車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鞋面的空間在煞車的過程 好像會有點甩出去 甚至他的那個內側的這個鞋墊 會有點跑位的狀態 所以在急煞的狀態會有這樣的程度出現 那他在跑田徑場的感受 我覺得他的推進感受是蠻溫馴的 然後抓地的表現也很好 在水泥地上呢 就更能把這個厚實的中底 這種Q軟感受展現出來 所以整體來講 跑在田徑場 我覺得他的駕馭難度會稍微 因為他的底比較厚的關係 腳感沒那麼明確 但如果你可以跑在柏路啊 或者是像水泥地 這種比較硬直的這個地面來說 跑起來的腳感就會比較澎湃一點 會覺得蠻Q軟的 但是又可以帶給你很好的推進感受 所以整體來講 我覺得他算是 除了鞋面這個側向穩定沒那麼好之外 整體我覺得是今天 如果你比較喜歡Q軟感受的這種推進跑鞋的話 他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推進感受 以他的碳板推進表現 我覺得大概在6.8左右的這個推進感受 那軟Q程度來講 十分最軟 我覺得他大概可以到6.5 可能接近快7分 那還有一個小小的缺點要講 他跑起來不知道為什麼很大聲耶 有點吵 要戴耳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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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他有點像美金龍的中底 這個設計 喔~~ OK 那前面大概就是跟大家分析 這雙雙跑鞋大約的優點 或是小小可以更好的地方 那我覺得總結來說 這雙跑鞋 以他們的價錢來講 是非常對的其他的定位 畢竟一雙不用到3千塊的碳板跑鞋來說 你要有這樣的推進感受 或是這樣的鞋子的設定 確實可能已經是一時之選啦 但必須他有講 可能還是一分錢一分貨 像這雙361 我覺得他腳桿其實有一點點接近 像HOLKA的Rocky X2 那我覺得這雙 或許有點像UA的碳板跑鞋 VLUXC 但或許在雖然有點接近的情況下 但我覺得就是還沒有到達 就是他有接近國際水準 但是以穿起來的感受上 或許還差一點可以更好 但畢竟他們的價錢定位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也算是可以接受 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參考 可能比較喜歡軟痰類型的 比較喜歡好駕馭的 或是喜歡暴力一點的 那以這個價錢來講 他們或許已經是這個區間 可能沒有比他們更厲害的跑鞋了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三雙跑鞋開箱啊 希望這集內容大家會喜歡 我是你的家人隊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還有四雙很厲害的 暴力國際品牌的碳板跑鞋 那這四雙跑鞋都是非常暴力的 那接下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的跑鞋大亂鬥 碳板跑鞋頂級篇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結束 我們下支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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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